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湾最好的咖啡在阿里山 阿里山走足 走足了 我爸就说你回来了就买一台车给你开 我说好爽喔 怎么回来就有车可以开 稍微有点利诱就回来了 我有两三年的时间我待在这个地方 那种感觉有点像是人生走到尽头的感觉 回来七年之后 我去参加古坑的咖啡之后 比赛拿到冠军 我的人生就翻转过来了 然后约人家都叫我咖啡丸子 到现在 如果说不是咖啡的话 没有人认识我 对啊 都没手啊 阴静潇洒 是哦 我爸才是真正的很角色 我只是小咖而已 我倒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咖啡比较重要 现在工作实在是 算是很快的工作 只是说每天大太阳 习惯了 去年的咖啡豆比赛 我的两个学生 分别拿到两个组别的冠军 很多人说你干嘛要教别人 很多国外的订单都一直想要来买 那个量都还不小 我会觉得说 我自己没办法吃得下 但是我是想说 如果说主人 我们可以一起弄 人家一听到巴拿马 就代表说这个豆子就很贵 就是因为他们找到那个品种 叫做益剂 如果说有一个很独特的香气 可以被我们发现的话 这很有可能是世界上一个 很新的风味 说实在来我们原住民真的就是 不是做生意的料 可能自信心不够 还有点天生的自卑 如果说大家都能像汉人一样会做生意 其实我们周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族群 我们就把这个豆子提供给这些专门喜好高等级的咖啡玩家 其实就可以了 对我们全世界的5%就够了 我们这种高品质的东西其实都不用怕 我要看的是我传球这个 带着我们周祖要一起走向世界的咖啡道路